猜不到昨晚阿根廷輸給沙地阿拉伯之後 到德國輸給日本 過程還有少少次 都是上半場12碼開紀錄 名牌球隊才開紀錄 你打算整個球都是差不多 但是那隊亞洲球隊下半場在很短的時間入面 就進了兩顆反敗為勝 所以又會令我想說一些完全不專業的想法 都是三點 第一點我想說 其實德國有很多入球機會 但是我估計在能力上面 中後場的控制比賽的能力 我覺得出奇地差 沒有很多人記得其實開球不久 前年大元已經幫日本進了一球 不過那球他自己走了在一個欺欺位 所以越貴作廢 那球其實都是來自於德國自己中頭場的一個全球的犯錯 而那時候我記得日本都不是迫得很緊的 實際上日本上半場都不是真的很刻意地想在前場那裡 去做一些很瘋狂的壓迫 但是德國已經有一個這樣的神 所以其實那個波預示了 當日本下半場中段開始去谷得比較行的時候 德國那個中後場呢 其實就是會出現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場面 就是不能夠好好地控制到那場 那個波運過半場 有時候都出現一些問題 那我估計 就是德國主教練佛利克其實都一早看到這一件事情 那所以為什麼下半場還是1比0的時候 已經走了 就是根杜賢換走了湯瑪士匯 同時呢就是換入了何夫曼 還有這個葛利斯卡 我估計他想修正這個問題 那但是就是根杜賢 金美智組成的中長線 那排檢上都很厲害了 但是都劈得不是特別好呢 我估計這個真的是德國本身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點就是正如剛才所講 其實德國都不是很差 尤其是進攻方面 就是這個新秀莫斯亞那 或者梅斯亞那 那他是踢得很好的 就是很好又沒有可以決定比賽勝負的地步 但是你看到他那個在小範圍的腳法 和他的膽識是其他德國球員 尤其是進攻球員是沒有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其實在1比1的時候呢 當德國想變陣 就是換走了他 而不是換走加拿呢 就覺得有點奇怪 加拿踢到差不多就來完場才被人換走 那反過來你看到就是 新保一就是日本方面的調動 每一個調動都很明顯有個容易 而且都有正面的效果 那如果費力卡可能是過早換走了 這個蒙斯亞那的話 那很神奇地呢 我們看到兩個教練的 在這個臨場調動應變的對決呢 就似乎是新保一做得好一點 就是又是鼓勵不到 那整場球我覺得那個關鍵都是 下館場中段有兩個鏡頭 我記得的這個是第三點 第一樣東西就是 德國的中堅努迪加 有一球球他就在防守的時候 在護球出底線的時候 就特意做一個很古靈精怪的跑支 那我猜很多球迷會跟我一樣 心想你是不是這麼輕視對手啊 如果你輕視對手 你的隊友是不是都很輕敵呢 那第二個鏡頭就是 日本的防守中場 軟達行有一次在自己的半場那裡 就很賣命 很努力地去爭學球 又飛鏟啊 又短期距離的衝刺啊 又跟人在那裡硬碰啊 這樣一人之力 力敵三四個德國球員 那下動作就好像 一個很有象徵意 告訴別人 現在日本隊要提速了 要谷一段了 希望可以追得回 那果然當日本隊提速 那一段的時候 這個德國隊不知道 是否因為本身 就是那個真的有個輕敵的那個心態 基本上跟不到日本隊的速度 實際上那兩個日本隊的入球呢 都不是就是說 日本隊做了一些很妙到豪顛的配合 或者射了一個沒有救的世界球 而入的 兩個球其實都絕對是一個正常 集中力高的防守的體系 或者球員呢 是可以避免到的一波 那所以是否說 日本隊可以反勝到二比一 代表日本的綜合實力高過德國呢 那當然不是啦 那但是德國的那個弱點 那今天就反映到出來都很明顯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這兩天搞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忍不住就說了這兩段說話 分享了這兩段這樣的影片 那但是明晚或者應該說 後天星期五早做呢 那當這個巴西終於亮相之後呢 我總會有一些東西想說 如果我說巴西呢 是比我說亞金廷、沙特亞、白德國和日本呢 都是可以信任的